为了活化利用木济寮生态志宏园区这块好场域 日前木济寮生态文化节会 也要集市合局、县府、台大学研宁馆处等多个单位 办理生态与观光高峰论坛 判透过各单位所施资专长 能够结合防灾、生态维护、观光等元素 带动木济寮的发展 最主要的目的 我们希望这个地方能够永续发展 那永续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生态它是永续的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我在理解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当中 其实防灾才是它的主走 由防灾来谈生态 再来谈观光 才是我们这个论坛最重要的目的 先远有号当天也出席活动 并指出木济寮生态志宏园区 周边有相当便捷的交通路线 与丰富的旅游资源 假如能好好来规划 一定能够带动地方发展 感谢高峰论坛规划的用心 也希望借此能为日后 木济寮发展带来更大的帮助 那在这里的话 其实是有很好的地理之变 如何可以在木济寮这个地方 可以把防洪 智洪 以及生态观光发展 重新找到一个定位的平衡点 需要大家及时广益 那所以今天在这里说 产观学 包括民间团体 大家就共同来这边 去做一个研讨 它也能够未来 为我们木济寮的一个发展 不管是清水公园也好 或是在这里做一个 防洪的交易园区也好 那都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突破 那所以今天许多与会贵宾 都提出非常宝贵的建议 他也希望这些建议 他也能够跟民众的需求 做一个最好的结合 让我们竹山的发展能够更美丽 议长何胜峰肯定活动规划的用心 也期待透过会中各单位的探讨研议 找出合适的发展规划 以立志后目击了的发展 记者卢一凯竹山采访报道